老乐乐决定,他要自食其力了,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去暗箱会所上班。 他听蒋千南说起过,整个京都大大小小的会所里头,只有暗箱给的卖酒的提成是最高的,关键是他们还会日解,他自问自己的这张脸还是很管用的,只要他稍微低下头,赚钱对他来说应该不算是什么难事儿吧。 外婆的病总是会好的,再加上蒋千南的帮助,所以她的苦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的,这样靠自己总比被陶国安和魏淑园再卖到哪个老板手上抢吧。 但陶乐乐实在没想到,陶国安居然会狠到连他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再给他,而且他还阴狠狠地放话说。 陶乐乐,我告诉你,直到再给你找到下家之前,我绝对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对于这样的父亲,陶乐乐其实早就习惯了,嘴上说着不难过,可还是一个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 这份亲子之情已经结束了。 而蒋千南在得知陶乐乐去暗箱卖酒时,二话没说就怒气冲冲地杀到了暗箱的四楼。 而当他看到陶乐乐穿着暴露的工作服半跪在地上给那些大老板们推销养酒时,他想也没想地拉起陶乐乐就冲出了包厢。 陶乐乐乐,你是不是疯了?你有钱可以跟我讲啊,你到这种地方来作践自己。 怎么了?这里挺好的呀。 好?有什么好的呀?你好歹也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你干什么不行啊?你想要赚钱一点的工作,你跟我讲,我可以帮你找呀。 好了,你别气了。我知道你有能力,也知道你是真心心疼我。 可是倩南,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